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正 歡迎收看正在玩什麼這個節目 那麼又到了我們月龍繁殖教學時間啦 那麼這個月的月龍叫做什麼呢 摩羯龍 那怎麼繁殖呢 一樣先點一下繁殖說明 點這裡來點進去 他說如何繁殖摩羯龍呢 使用兩隻合起來 具有強風大地流水植物這些元素的魔龍 就有機會繁殖出摩羯龍 那這四種元素呢 你可以1配3 你也可以2配2 都有機會中獎 那這邊我一樣推薦大家一組 我個人覺得比較好的組合 那就是地龍加上春天龍 那長什麼樣子呢 來帶大家看一下 左邊這一隻就是地龍 右邊這一隻就是春天龍 好那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中呢 很簡單 在有VIP的情況之下 你按下繁殖 像我現在顯示出來的有沒有 一天14個小時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中獎了 我們中獎了 摩羯龍 好不相信的話 我們等一天14個小時之後 再來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摩羯龍 好那有些人會問說 那你這個春天龍怎麼得到呢 他是屬於限時繁殖的魔龍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一隻魔龍的話 那你還要等下一次的限時繁殖 才有可能會得到 好那一定有人會問說 那如果我沒有春天龍的怎麼辦 好那這邊呢 我另外推薦大家一組二配二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會中的 那就是 夜龍加上尼龍 長什麼樣子呢 左邊這一隻就是夜龍 右邊這一隻就是尼龍 一樣有機會會中 那當然如果你有其他組合也可以 只要符合繁殖說明的四種元素 都有可能會中獎 好那這邊一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隻摩羯龍的三個屬性 第一個屬性是傳奇 第二個屬性是流水 第三個屬性是強風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的那今天的遊戲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小鎮我們下次見 掰掰 祝大家都能夠得到這一隻摩羯龍 掰掰 祝大家連假快樂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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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做到最新的 於是 是